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黄雨轩的出色表现 学校里很多人注意到了她 其中莫俊杰和李子维的班长浮出了水面 她也喜欢黄雨轩 她的书本里有一张黄雨轩的照片 当看到黄雨轩和其他人在一起时 她的脑中会出现幻想 看来凶手是班长的可能性很大 经过一场考试后 黄雨轩发现自己在高中学的那点知识 早已就还给了老师 成绩考得非常烂 为了不拖累陈云如考不上大学 她决定去找成绩很好的莫俊杰帮自己补习功课 莫俊杰开心的答应了 可是李子维却不知道是怎么了 看见黄雨轩和莫俊杰那样亲密 心里很不爽 总是在一旁捣乱 看来李子维的心里住进了黄雨轩 只是她还不知道 因为陈云如身体里的黄雨轩的到来 改变了很多事情 让原本沉闷的家变得很有温度 也弄明白了弟弟是因为想让乖小的陈云如 得到更多爸妈的爱 才变得那么叛逆 黄雨轩更是为了保护弟弟 变了一次大姐大 更是用力过猛的让自己受了伤 弟弟嘴上虽然说着活该 可是心里却早已被黄雨轩暖化了 可是莫俊杰的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变化 她总是在不经意间 想起以前那个总是带着随身听 独自行走的陈云如 虽然现在的她和现在的陈云如 有了很多互动 可是她总会不自觉的更想念 曾经那个安安静静 独自哼歌的陈云如 她当然不知道现在的陈云如是黄雨轩 所以莫俊杰是真的很喜欢陈云如 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而李子维呢 现在她的脑海中几乎都是黄雨轩的影子 她的笑 她的一举一动 都牵弄着她的心虚 在那场雨中 她确定了 她喜欢上了这个爱笑的女孩 现在看来凶手似乎是那位班长 可是莫俊杰真的没有嫌疑吗 黄雨轩虽然立正莫俊杰是无辜的 可是剧情里并没有出现 陈云如捡到莫俊杰助听器的画面 故事情节开始变得有一点烧脑了 本期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继续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希望大家能帮助我突破1000订阅 我会非常努力 并且非常认真的去做好讲解的 请相信我 我们下期再见 比心